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练习 大家再帮我选一选 大家看啊 我这个动词用的是一般过去时 而当然又没有过去经时 你先帮我做一个认识的活动 到底用过去时 还是what's doing的过去经时 关键就觉得这件事结束了 还是没有结束 那么同学们 我想表达的是 I live in France 我在法国住了八年 你觉得用一般过去还是过去经形 一般过去 很好 有的老师为什么你就说这是结束了 同学们注意 首先是过去的事 那么第二八年 当我说我在过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比如说昨天十点半 我打网球 十一点结束 有开始有结束 我就可以说 我昨天打了一场网球 那么同学们 关键在这 人家说八年了 同学们 已经从八年前到现在都有感觉的话 一个过去 往往有一个从头到尾都看到的一个时间 我们就一般过去时 而我住了八年 当你说到这个话的时候 这八年肯定已经结束了 今年最少的第九年了 那么同学们 如果你看这个句子就不太一样了 叫做 she lived as was living in France 所以我和uncle died 什么叫当他的舅舅死了 这是个时间点还是时间段 时间点 就好 比如老师 咱们中国这个死可能是时间段 对吧 我说我舅舅死了二十多年了 这是没有问题 但英文你要这么说 my uncle died for twenty years 那可就乐死人了 因为老外认为什么叫死 点 对 就是说你睁眼一毕业八 就完了 同学们 你能死二十年吗 my father my grand father 或者my uncle died for twenty years 死了二十年了 还没死完 不断的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二十年 这还是死吗 改诈尸了 同学们 诈尸二十年很辛苦 所以同学们 当我舅舅 当他舅舅实施的那一刻 就好比在当国昨天八点半一样 那同学们 他做一件什么事呢 他当时正住在哪 法国 那请问他舅舅死之前他住哪 法国 是不是 他舅舅闭了眼 马上下一秒 还是法国 所以证明他舅舅死的那一刻 动作正在进行 还没有结束 这时候就是过去进行时 所以中文翻译叫做 当他舅舅死的时候 他当时正住在法国 有一种想描写一个大背景的感觉 所以有人管过去进行时 又叫背景事态 不理解 继续体会 来看关键时间 大家慢慢眼睛就会发亮 在六点半的时候 我还加强 当你打电话的时候 那六点一刻 不是六点半 I a shower 做了吗 选哪个 选 我才明 很好 过去进行时 你第一秒钟 这件事在六点一刻结束了 还是没有 没有 那么首先没有结束 第二还会进行下去 六点一刻 我这么洗澡呢 一个大背景 那么首先第二次组 千万不要忘了 Have a shower 那么为什么Have a shower叫洗澡 请问什么叫shower 同学们 就是进行你们家卫生间的圆圆的小小的白白的东西 有同学上个班说老师那是马桶吗 不是 叫喷头 小花伞 对吧 圆圆的 那同学们 你拿在手里 那你觉得Have a shower 按咱们中国话 这叫怎么洗 淋浴 很好 叫淋浴 当然 你就是老外喜欢怎么洗吗 第二种洗澡诞生了 叫Have a bath 有的人又不知道什么叫BATH bath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进行你们家卫生间 那个圆圆的大大的白白的东西 这回也不是马桶 叫浴缸 对吧 那你觉得什么叫Have a bath 泡澡 泡澡 在盆里洗 对吧 所以同学们 两种洗澡 虽然咱们比较喜欢Have a shower 但也不要忘了 Have a bath 也很重要 那么同学们 当你打电话那一刻 我正在 I was having a shower 千万不要用Hide a shower 这样就不太好了 6点一刻那一秒钟 爸 我洗完了 没有怎么快 那么同学们 再来看下面 这个时间 其实有时候你判断一般过去时 要过去行时 往往多看看 都是过去 只能看一些具体的时间了 如果给你个过去的具体时间 我有哪个 过去行时 那如果给你过去不太具体时间 很完整的时间 一般过去 就表示肚子都在过去 这段时间结束了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吧 We watch 还是We were watching TV All evening Watched 很好 整个一晚上就昨晚上就从昨天七点开始到夜里十二点 我们看了一宿电视 能明白吗 如果你用这个合适吗 就不太合理了吧 整个一宿从七点到十二点 那一大段时间 我们正在看电视 暗示着这时间还没有完 怎么着 你夜里三点是不是还想看的 不太合适了 所以这就是结束 还是未完的感觉 那来看下面 比如 Watch 什么 From Watch TV At 7 没有From 那么同学们 昨天七点的时候 他看电视有哪个 You were watching 很好 这一点时间点 那天七点的时候 正在看电视 没有问题 那么同学往下走 迅速的告诉答案吧 My father 什么 Hard all his life 很好 表示生平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往往我估计父亲都已经逝世了 这种常年多 对吧 逝世了以后 写一个评价 我的爸爸这一生都是个心情工作的人 动作在彻底 或去彻彻底底结束了 比如刘老熙是不幸事事了 可能也会给我写这么一句子 I worked hard all my life 那指的是 我从多几十年前 比如三十年前 在北京某一个医院 对吧 劈了一声 咕咕坠地 那一天开始就努力的工作 对吧 努力的 努力不知道就干什么 那么到了三十年死之后 死之前对吧 我还在努力工作 所以对我一生有一个总结 这时候用过去是最地道的 那大家来看这句话 They got married while they studied 还是 were studying at PKU were studying 很好 那么同学们注意 他们结婚的时候 什么叫while 同时 当他们正在PKU 叫北大 对吧 学习的时候 他们接着会表示这个东西正在进行 于是出现一个关键时间 中间性的副词叫做while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关键性是时间 副词叫问 也就是问和while这两个词 也是特别愿意使用一般过去时和过去进行时标志的两个时间端语 基于它的用法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解答 先记住while后面必须用什么试探 过去进行时 对吧 那么同学们一会儿你再说 老师那问后面要用什么时代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一般过去时 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两个 咱们不着急 再来看最后一个句子 yesterday we开车从Oxford拿 嗯 不知道 哎您想想这个词可以拆吗 Ox知道吗 这词是一种牛 叫什么牛呢 叫烟牛 对吧 就是介于公牛与母牛之间的那个牛 你们也不要乐 你们吃牛鸡精 什么炖牛肉啊 什么牛尾巴 都是从他身上弄的肉 对吧 你还天天乐人家 还嘲笑人家 还同学们做人家厚道 Ox就叫烟牛 那么F2D呢 这个词好像大家如果接上一款车 好像叫Ford 叫福特车 对吧 到底什么意思 我查一下字典 Ford的意思啊 叫镀口 老师这是什么地方 牛镀口 对吧 那么再琢磨琢磨 镀口是现代化 你说古代一般管镀口叫什么吗 叫金 对吧 比如天津 以前是个港口城市 后来桃花元记 大家怎么记得 后岁无人 问金者 没人知道那个渡口了 那你想这两个家起来是哪个大学 牛津大学 Oxford 但这里可能未必是牛津大学 可能是那个牛津大学所在那个地方 对吧 现在大家琢磨了 到底牛津大学以前是干嘛的 对吧 以前就是一个浅滩 当时养的一些牛 对吧 所以这个词就出来了 叫做from Oxford 从牛津到了一个地 看这个词跟我说 叫Edinburgh Edinburgh Edinburgh 听音像哪个 爱丁堡 爱丁堡 爱丁其实是个人名 而Burg 同学们注意 这是就是咱们中国人 城堡的意思 在城堡前面经常加一个人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古代欧洲特别斗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 比如我是德国的国王 对吧 你们跟着我打下战功了以后 我怎么加强你们呢 于是呢 我把我德国 分成 举个例子 跟切蛋糕一样 分成了好几十个地方 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建了一个堡垒 叫Burg 在这场建 而你的名字 Edin这个人 你可能就叫爱丁 命名在这个堡的前面 证明这个城堡就是你的了 那么在城堡 当然有同学见过城堡 我也不会画 大概有好多尖的建筑物 对吧 举个例子 有特儿 老师 你这是蛋糕 还是城堡 对吧 有特儿 老师很像 很像 灰太郎他们家 不说他了 那么你们 在城堡的最高处呢 往往是一个什么料网台 他说这个爱丁这个人 到了他的家 他拿了一个望远镜 往下去照 往下看 看到的土地 就是你的领土 你就是这个领土了 看到的人 就是你的奴隶 看到的牲口 就是你的财产 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的 所以在古代有钱的人 他会把名字分了封 这个宝就为他了 那么在将来 你会去国外 有很多宝 比如什么 咱们一个什么 马格德宝啊 对吧 很多海德宝 将来 这个萨尔兹宝 他都是以人民命名的 那么同学们 这个词跟我一起读吧 Edinburgh 所以大概要知道 这个应该是英国人 那么不管他了 现在没有给你时间 你听感觉告诉我 这个用什么试探 一般过去试 为什么 因为已经完成了 从这儿到这儿出发的时候 还怎么着 还back 还回来了 同学们 那肯定这个经历 在昨天这个时候 已经彻彻底底结束了 能明白吗 那么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 那注意 过去行时 我们说了 总结一下吧 表示过去的动作 未完再去 它往往出现的是 一些时间点的提示词 比如在昨天七点半 在昨天十点 在昨天上午六点一刻的时候 而过去时 它是表示动作 彻底这一段 经历全结束了 所以它给咱们的时间 往往是时间段的提示词 比如整个一晚上 昨天整个一下午 从七点一直到夜里十一点的干了这么一件事 如all his life等等 如果知道这个同学们 我们就基本把一般现代识和过去 一般过去识和过去语识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它的考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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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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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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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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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